打开优酷APP搜索追光季 更多追光吧 台前幕后的真实故事 共力悲欢 来我们但是 从哪个位置我们走一下 然后我们等到那个准备 can't sleep的时候我们再上 可以吗 所以我们是五五六七 走can't sleep的时候 然后我们上到跳地段 起舞的一个位置 我觉得可以 OK 我大概11岁的时候 我记得我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表演 一直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就既然有一个机会可以实现 我就去问一下 奥越也同意也觉得可以玩一下 对我能看到 然后 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还蛮感动的 自己想要玩的一个东西突然可以玩到 我觉得还不错 好 如果要去 你抓到的话 我就不上去 如果我感觉太远了 好 OK 好 好 好玩吧一开始 好 好一开始还挺痛苦的 因为一直转转转转转转 就觉得 好像在宿醉一样 所以第一天的时候 真的是我有一点想说 二月不过我们就 花好跳一支现代舞就够了 你知道 但真的到最后还挺开心 我们坚持到最后 因为是一个非常 棒的一个 一个过程 非常享受 然后很值得 谢谢 谢谢 辛苦了 老师 我说太绝了 全部都看过了 而且我自己也稍微有一点 我也行 你说实话 我只是不好意思 我一直有点 OK OK 保温保温 保温 保温到每天 每天 超玩的 超帅的 超帅的 我看这个胳膊都瘀青了 是因为练丑掉练的吗 对因为整个那个丑掉 就在后面一直拉着一直 你用你整个身体的重量 在撑着你的胳膊下面 对 所以才会有这些小 小小顺势 还是安全帝 好安全帝 那您当时为了街舞那么拼 发现我们的无队 光荣富商 在练习的时候 本来想说可以做一个动作 比较有挑战性 然后挑战了之后就变成这样 当时一听到鼓子的时候 他们在包 他们在打石膏的时候 我那时候 我好像一直讲 我落泪 好像感觉很哀哭 但就真的很难过 你知道就觉得 我不想影响他们的心情 我也不希望他们觉得说 啊 队长这样受伤 那也不能跳 然后 我们怎么办 所以我就说不管 我打死我都会跳 接下来有请 吴建豪队长和 吴侠联盟战队出战 我愿意去 不要往简单的路线去走 就算是在冒险 但我觉得我会开心 来这个节目 有这样的机会 就要好好地把握这个机会 那如果只是 哎 来来来来 OK好 bye OK bye bye 你知道 这样子就变成干活 你知道 不是追求梦想 先把所有的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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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弄 我拍到 来 好吗 对吗 我这样可以不太前 那就上来一点 我们先站一边 我们先站一边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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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不会这样子啊 不是 这样这样子 我好 我上头 来 来看哪 先看一个镜头 6倍 没有 对 就 上下下下 我们看一个 看远方好了 那个苏州河 那个强烈的菜 这个节目 你看到 你的领导力 领导力是因为我 做过自己的演唱会 就真的是我自己人要去 弄灯光 舞台设计 自己的服装 我就刚好是对这些很有兴趣 所以到最后会变得 自然而然的会去这样去做 我会觉得 那好好地把握这个机会 然后也可以去享受这个过程 到最后会变得 如果在那边 上面 结束的时候 就算我们不剪 然后还是唱那一段 其实那一段就是 他可以出来 然后小朋友 就跟着小朋友出来 那个话题 对 对 就是 他就是 真正都是满 他都知道是 是有和平的真正的 要不然只有我们 几个之后 就好 还是把 七个线 到 七个纸 对 对 也是非常感谢 节目组的 才艺组导演 还有总导演 他们都是 都是还愿意听我 去分享我的想法 那我们先做你们自己拍一下 我们先拍一下位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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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之前看您做音乐的时候 会觉得 哦 你是不是玩票 玩票是没什么 不是 姐姐不成功就算了 对 不是真的是热爱他 而是指 哦 我懂我懂 没有 嗯 这么多年来 其实觉得最没有改变的是 Fanace 因为他是一个 我觉得他是我们四个里面 最积极在面对工作的人 很清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是什么 而且绝对不会放弃 您知道自己发了多少张音乐专辑吗 哇 二十 我数的好像是十三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数错了 有加上我的日本专辑吗 没有 哦 嗯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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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我必须要把每个人像我对自己一样的去爱惜跟珍惜 我要怎么样去对待我自己就是我用的方式去对待他们 对对对 这太慢了 这太急 建豪哥 你这么真诚的跟大家交朋友 是不是因为从来没被友情伤害过 肯定有被伤害过 我还是人啊 被人骗啊 被人偷钱啊 都有过 那怎么再去相信别人呢 就是说我还必须要做最真实的我 因为你看每个人的圈内 你肯定是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圈 在一个更大的 在一个更大的 那你这些人物你就要摆在哪一个圈 所以就是有一些朋友二环里的 对 没错 没错 那我想问了 像九西啊 是二环里的还是五环外的 肯定是二环的 又被光束都是 我觉得这个是我参加这节目最大的收获 是可以认识他们 你知道在冰场上 如果说把手交给对方 就等于把生命也交给他 我刚才说我会牵着你 就等于会承诺保护你 不顾一切 直到现在为止 好傻狗鞋哦 没有 但我那些画面都出来 当时我们在那个冰球那个场地在拍 然后那时候感觉是怎么样 然后真的还挺开心 很好玩的 很多好的画面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对我来讲是在医院的时候 光细不能捐 写写写写写写给自己小孩 尤其小六是第一型糖尿病患者 更是要小心 你们有谁是B型 问O型写 我说我可以去 我可以去 他不行 他不能去 当初去演戏是自己的想法还是意外 一直都想要做歌手跟演员这一块 只是想要当歌手先 我那时候在拍下一站幸福的时候 还挺困难的某一些点 那时候我刚就自己真的走出来 在艺人的身份 然后没有续约 就觉得那我就把所有的精神放在音乐上 接了这部戏的时候其实心态不对 没有很认真的去做这件事情 那个台词我都背不起来 然后非常专业 尤其是律师的那种 你们三家教堂听的时候 容易到荣收 对吗 对 没错 解发这些被隐藏的丑陋的 简单不简单的字 不愿意相信记住 你只是不愿意接住 其实我还记得我那段时间还真的蛮懊恼 导演跟剧主都很讨厌我 然后就开了一个会 在开会的当中说 我自己想你们就换一个人 就换一个人 我就自由了 对 我就去搞音乐 但后来他们就说 那我们就再继续 反正发生了很多事情 让我了解了一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太骄傲 反正他们要我 然后我就来演 然后我怎么样去演 应该都没问题 我太自我了那时候 我一了解这一点的时候 也跟他们也说 对不起 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从一个不熟悉 很陌生的一个剧主 慢慢慢慢慢慢到最后 我们大家都变成一个大家庭 没有他们今天我也不会 在这里有这种成果成长 我觉得这五个月是我一起努力下来的 所以我所得到的都是因为它 这个才是重点 在于你希望可以改变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个所是其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苦 跟烦恼的很难熬的一件事情 但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如果能够再重新回到那个全亚洲都非常的火的时候 用现在的心态去面对当时的工作的话 你会去怎么做 可能会更认真的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乐器也好 舞蹈也好 演戏也好 就要好好对待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但那时候就觉得比较爱玩 那时候真的太快 然后真的没有正确的导师自己也好 或者是你知道可以告诉我们 该怎么样去做的事是好的 你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明星 那你想做什么 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有更多的 这样的一些人在我们的旁边 一直每天问我们这些问题 而且真的要我们去反省去考虑 到底什么才是我们的人生的重点的时候 反而会对我们每一个人更好一些 那还是有事业心 肯定 肯定 我觉得我这个事业心会一直到最后 对 你觉得自己最红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现在很chill 红是在于我觉得我的人生很重实 我觉得这个是定义红的这个意思的一个点 你现在的状态应该是很多艺人 理想中的非常平衡的状态 很多人做不到 也许就某一个年龄 你会觉得时间真的是最珍贵的最宝贵的 所以你有这个能力去自己安排时间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在你人生 我的人生出发点是给我挑战的人是我自己 我只要比昨天好比上个月好比去年好就够了 命带来的风你就看着怎么样去飘 或者是怎么样去稳定的战争 最后如果要给自己未来设定一个目标 那你的计划是什么呢 我觉得接下来我想上的课就可能去欧洲 你知道待一年之类的 然后就学画 事业当然就希望真的可以当导演 拍一部电影跟舞蹈跟歌唱都有关的 然后就当爸爸